真的假的是上一次Grant的獲獎者 好 大家好我是Mr.Razi 然後我的第一個專案是Colfax真的假的 就是我在做這份投影片的時候 我收到了一則LINE的訊息長這樣子 上面寫說前總統要放棄總統領域 上面寫說前總統要放棄總統領域 那Google一下其實就可以發現說 根本就沒有這個投影片 這回事情這個是去年的謠言 到現在卻依然還在轉傳 轉傳這種訊息的人大多是不熟悉網路的人 他們會覺得Google很難 但卻非常擅長轉傳 所以呢我就做一個LINE Bot 當使用者想要查一篇訊息的時候 你就可以轉傳給他 然後這個Bot就會告訴你結果 那大家可以加這個Bot好友 然後ID是那個 小老鼠Colfax 小老鼠要在前面 那這個ChatBot背後呢有一個資料庫 是由在LINE上面流傳的訊息 以及編輯的回應所組成的 如果使用者進來的訊息 資料庫裡面沒有的話 他也可以選擇 將文章送到資料庫裡面 那這個訊息就會被送到網站來 給我們的編輯看到 那編輯在網站上面 所寫的東西 未來就會變成MineBot的回應 所以Colfax做到怎樣呢 我們現在的Bot Bot裡面有2萬個好友 然後資料庫裡面有超過9千篇文章 而且每週會增加150篇文章 那大家又可以怎麼幫忙呢 就是一起來當編輯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當編輯 而且呢20秒就可以上手真的假的編輯 現在就來教你做 準備的材料有這些 首先打開瀏覽器 點進cofax.gv.tw 選擇你要查證的文章 上網找找看有沒有人查證 或者是辟謠過 找到之後呢 選擇含有正確訊息 或者是含有不實訊息 簡短摘要一下附上連結送出回應 你就成為編輯啦 剛好20秒 那舉個例子 就是說像我之前在PR的時候 在網站上看到這一篇 關於行納淬禮之後 被路人痛扁的訊息 那點連結進去之後可以看到新聞 然後裡面的關鍵字拿去google 你就可以找到外電的報導佐證 然後呢你就可以拿去送去 把它標成含有正確訊息 對於不知道什麼下手的文章呢 我們也有facebook的group 開設這個所謂的編輯求助區 然後歡迎來討論 要怎麼回覆 那對於辟謠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來找我們 對 後面這個地方有一個牌子 有一個箱子跟牌子的地方 對 那個是我們的位置這樣子 對 好 那接下來是另外一個專案 OK 這個所謂的 樣板劇組織稿計畫 就是禮拜一的時候 在中國的湖北呢 有一場樣板劇 重新發明的文明辦案 也帶我們一些新的認識 為了讓這個新的認識 給更多人知道呢 這個專案希望可以把官方的影片 跟速錄轉變為逐字稿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 將這20個速錄圖檔 變成文字 並且呢把這個影片裡面的證據 給截圖下來 補進逐字稿裡頭 讓有興趣接觸原始材料的人呢 可以更輕鬆的閱讀這一份審判 目前我已經把這 官方的這20份的速錄稿 以及影片連結 用Google Docs做好的OCR 然後把讀到的字轉換成繁體 然後也把標點轉換成的全形 那今天希望大家可以來做的事情呢 是來校正Google所辨識錯誤的文字 然後調整一下段落 然後把影片裡面提到的證據 給截圖下來放進文字稿 完成之後呢 這一個文章的內容 所有內容會用CC0釋出到公眾領域 另外這一份文件 除了可以直接拿出來使用之外 考量到SEO 或者像其他的網頁 其他的專案 可以用超連結 來連結到這個速字稿的特定段落 我可能會把這一個文件 轉換成Gitbook 或者是SEOIT格式來發布 那這邊大家如果有意見的話 也可以來提出來跟我們討論這樣子 那釋出了文件之後呢 這個專案其實就結束了 如果有什麼延伸的應用的話 可能請大家自行提案 那我想像中的一些延伸應用 可能有這些 例如說可能 某一天 媒體啊 可以做一個報導遊戲 然後讓你可以做出各種行為選擇 最後輸出一份屬於自己的自白書 然後貼到Facebook 或者是以這一份中文的文字稿 逐字稿作為基底 然後可以把它翻譯成其他的語言 讓全世界大家來認識到 什麼樣的行為 有可能會觸犯法律 讓全世界的人都警惕警惕 那教稿跟截圖其實都不難了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覺得說 沒有什麼其他有興趣的專案 你想要來做主自搞的話呢 就是歡迎來我們這邊 沙沙時間 一樣是在那個位置 然後就是在Slack上面 有一個剛開的 Lea Transcript的這個channel 然後如果有興趣討論的人 也可以來到這邊來 那謝謝大家 好 謝謝Mr.ORZ 一口氣兩個project 這個